另外一个问号是 这支Pokokos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是你要拿它怎么办呢 这次是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先生 他在高雄爬山的时候 爬那个阶梯到土地公庙去 坐在那边乘个凉 没想到有一只站在公桌上的Pokokos 用两只后脚踹一个往他身上一踹 老先生顿时重心不稳 从这个庙旁边的阶梯滚了下来 摔得鼻青脸肿 真的是够倒霉了 就不会等了 就是只会这样子死了死了 这个都是倒下就摔的 老翁的四肢关节瘀青还没削 脸部青一块紫一块 眉头上的包也肿得很大 当时老翁以为自己连命都没了 好准备上去来个猴子 人头摔到那边了 这次叫死了死了完了 怎么会摔得这么严重 都是泼猴撒野 老伯伯爬上了阶梯 站在土地公庙前的供桌 一只名猴冷不防 用两只强而有力的后脚 猛力一踹 老翁当场滚下了阶梯 破喉很嚣张攻击人实有所闻 但到附近民宅一点都不受控制 前提廟的东西 它里面的水都给你煎 到里面都给你拼 我给你拼捧 然后把你拿起来 把你拼拼到里面 没有什么公司 很恐怖 那都不可以去 去那里面四楼 去那里面 先前以为只要不喂食 猴猴就能够避免被骚扰 不过现在泼猴却主动攻击人 变粉加厉 民众都大叹 泼猴实在太夸张 昨天新闻翁程文 陈鼓铭 高雄报道